现在开始我要让全世界知道 妈妈 你从来就不是一个人 今年六月 肖敬腾在亲友的见证下 无欲仅向女友兼经纪人Summer求婚 肖敬腾超有诚意 拿出了13.33克拉的转戒 宣布自己脱单 两人的恋情曝光后 肖敬腾更是不避讳常常放闪 最近更是po出了在挪威拍摄的婚纱照 就看到肖敬腾穿着米色西装 Summer头戴白色婚纱 样式简单走自然风格 但从两个人的表情看得出来 真的是甜蜜极了 肖敬腾把10月19号定为非常重要的一天 粉丝和网友看到后也非常的开心 一口同声地说 一定要幸福哦 东西人乐中心在台北报道 艺人肖敬腾接下了金曲奖的主持工作 看起来事业运相当的旺 唯一的绯闻对象就是大他13岁的经纪人Summer 不最近肖敬腾似乎松口了 他表示很喜欢对方 似乎有意让这段姐弟恋萌芽 肖敬腾日前接下了金曲奖主持重任 同时也投入新专辑的宣传和演唱会巡演 忙了蜡烛两头烧 不过事业很忘了肖敬腾却鲜少传出绯闻 唯一对象就是大他13岁的经纪人Summer 最近肖敬腾接受访问 首度松口表示他很喜欢他 让这段姐弟恋似乎有谱 根据平原报道 肖敬腾热爱音乐大于感情 他坦言刚出道的时候 有位交往一年多的女友 女友大他4岁 更曾为他献唱世界唯一的你 让女友听到哭出来 不过爆红之后 女友提心吊胆 而肖敬腾想在音乐路上全力冲刺 最后两个人对未来没有共序而分手 被问到万年绯闻对象经纪人Summer 肖敬腾则表示他与经纪人 不仅是工作上的伙伴 更像是家人或是关系很好的朋友 肖敬腾跟他的经纪人Summer的姐弟恋 传了16年终于修成正果 这求婚见识据传有13克拉 把时间交给静怡 肖敬腾在昨天 也就是他的经纪人Summer的生日当天 那么向他求婚成功了 其实两个人是姐弟恋 那么今年肖敬腾是36岁 他的经纪人女友现在是他的妻子 因为求婚成功了嘛 是49岁 两个人向他13岁的这姐弟恋 其实传了16年 就从2007年那个时候 肖敬腾不是参加超级星光大道 获得关注吗 包括了这华言风华 都想要抢他的经纪约 但是最后是由Summer 他因为用诚意 那么感动了肖敬腾的父亲 所以最后牵下了肖敬腾 而这16年间 其实不断传出他们两个人的绯闻 说他们互相帮对方挤牙菜 或者是搭机的时候会头靠头 但是两个人都没有认爱 一直到昨天求婚成功 才正式对外公开了这份的感情 那么肖敬腾其实也可以说 是一个绯闻的绝缘体 唯一有和他穿过绯闻的 那么就是他的经纪人Summer了 好 昨天的这场求婚派对上面 也是大咖云集 包括谁来了 像是周杰伦夫妻 也就是周杰伦和昆琳 另外还有好久不见的罗志祥都来了 这周杰伦可以说站在 这求婚派对的海景第一排 所以他也po出了他IG的影片 可以看到当下肖敬腾和他的经纪人Summer相拥 那么在那时候周杰伦后来po了影片 说他要恭喜老弟 那么还说这是哥的视角 那么在当下因为他们相拥 非常的激动 周杰伦还说我们要掌声鼓励一下 当起了主持人 不过我们看影片包括说 官方给的影片也可以发现 好像对于那个钻戒的画面 都是刻意避开吗 包括说那镜头好像本来要拍到 但是就把这镜头pane过去了 后来是在贾静文的IG意外曝光了 你看这是Summer的手上 有一颗好大的钻戒 根据了解是肖敬腾 那么透过朋友买的 那么有13克拉 价值是上海上亿元 但是在这场求婚派对当中 还有一个也获得大家关注 这是小珍和他的男友 也就是丁春婷 她是这个壁纸小开 据传身家有数十亿 那么丁春婷的弟弟呢 就是丁春成 也是过去被称为 时尚界F4的那个演员丁春成 好 数十亿的身家 也让他现在这个同框画面 再让小珍的感情世界 获得了大家的关注 再把时间交还给佩颖 听取歌王肖敬腾选在经纪人 Summer 生日这天 大方公开两人恋情 同时宣布秋婚成功 这16年来 我们偷偷的相爱 就连身边最好的朋友 最亲的家人 都没有听过我们一句证实 现在开始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 妈妈 你从来就不是一个人 我要替你分担你的辛苦 希望这一天 没有让你等太久 边讲誓言边啜泣 肖敬腾 真情告白 终于等来那三个字 我要弥补我以前 大家看不到我对你的爱 从今天开始 我要用力 诱我一生 去爱 妈妈 你愿意嫁给我吗 妈妈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两人相有儿气 还大方填吻 秀恩爱 毕竟等了好久 恋情终于能在大家面前曝光 而她的求婚派对上 还有周杰伦与昆琳 贾静文与修杰凯 两对夫妻 和小真与男友一起见证 肖敬腾同步在脸书 跟粉丝宣布喜讯 透露她26号正式求婚 也如愿听到 我愿意三个字 是的 我告别单身了 也会好好珍惜她 好好爱她 会将我的喜悦 换作成我的作品 也谢谢大家 看完她的喜悦 等新闻生活中心综合不到 台湾英雄 全民加油 体育盛世 看东森 I will show you 另外很多艺人喜欢直播 而金曲歌王肖敬腾 19号下午在脸书开直播 跟歌迷聊天之外 还大展歌喉 自弹自唱 一连唱了好几首人气歌曲 歌迷很兴奋 大呼说是听演唱会 还许愿说希望肖敬腾 天天都能够直播 歌手肖敬腾 自弹自唱 深情又浑厚的嗓音 让歌迷听得如痴如醉 19号下午 肖敬腾在脸书开直播 连唱好几首歌 真的是让歌迷大呼 转到了 唱得不好 唱完阿渡的天黑 嫌自己唱得不够好 歌迷听了赶紧跳出来 说是歌王标准太高了 真的超级好听 就像在听演唱会一样 而在直播途中 肖敬腾家中的狗狗 也跑出来跟大家见面 让歌迷们除了听歌之外 也看到肖敬腾私下 休闲的一面 而这一场直播 也让歌迷真的看得 听得都好过瘾 甚至许愿希望肖敬腾 甜甜 咳 eltoni 咳